我们曾经报导针对中科三期开发案 行政院决定停工不停产 那么又引发了另外一波的争议 而从明天开始 环保署将快马加鞭连续三天进行环评审查 有环保团体和学者都提出质疑 认为这个时程实在是太赶了 厂商代表笑开了 因为行政院长周日在中科管理局明白重申 中科三期提供问题不解决会祸国殃民 并指出本周环保署会加快环评审查程序 到底有多快 环保署周二举行健康风险评估会议 周三进行第八次专案小组会议 周四马上开环评大会确认 是不是板明要让环评快过关 行政院长吴敦毅话没讲这么白 不过环保团体批评 这根本就是在破坏环评制度 磁力开恐怕才是祸国殃民 如果说为了一个个案 来破坏这样的一个环评制度的话 其实我们将来国家会产生的 纷乱会非常的多 这个样真的是叫做祸国殃民 中科三期七星园区最关键的环评审查 就是健康风险评估 尽管明天才要审 不过环保署长沈士红早在三个多月前 就预言通过的机会很高 你还没有已经知道说 这个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是一定会过的 你目前有的数据它是会过的 不过曾经参与前期健康风险评估的 台大教授吴坤玉指出 先前评估的厂商是友达和茂德 在空气污染物VOC的致癌风险 的确是小于美国的标准 不过现在进驻的厂商从茂德变成蓄能 再加上当时也没有加入废水污染的评估 短短一次会议就想厘清问题 实在太仓促 环保署是不是在短短的三天内 就要让中科三期的环评过关 各界都在看 不过环保团体也说 如果政府要罔顾法院之前的判决 没让开发案进入二阶环评 他们一定会继续走司法途径告到底 记者邻居美邱福财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